我说妹子 你这又抱大孙子了 可真是有福啊 啥福啊 人家生孩子 都是祥瑞满天 我那媳妇生孩子 哗哗的下大雨 孩子出来了 哭个没完 就跟我生他爹的时候一个呀 这么多年你都不来看我 你今儿个来 是为了宰风吧 姐 即使他老给你添乱 你就放他回家吧 我这是监狱啊 我今儿不就骂他两句吗 你当我真关他的禁闭呀 我就不心疼他了 宰风 你自个儿说说 我怎么认你了 额娘 老佛爷对儿子没怎么着 他如今不是我的兰儿姐姐 人家是太后 是老佛爷 是咱们的主子 就是把你打死了 我也得喊他万岁呀 妹子 这是宫里 别太放肆了 我哪敢放肆 我是来要我的儿子 是哪个儿子呀 是皇上吗 是皇上吗 姐 你亲妹妹 只有一个儿子 我管不着了 皇上 他不是我的儿子 是太后 老佛爷的儿子 我管不着了 可 宰风 姐 你就把他还给我吧 你也不用跟我甩仙签 你要不是我的亲妹子 你有得了这般荣宠吗 我不要你的荣宠 儿子 儿子 咱们走 咱们走 儿子 咱们走 咱们走 儿子 咱们走 是 发生 老佛爷 知了 可 让人来 吴英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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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再放 奴才在 孩子起名了吗 起了 叫溥仪 把这给你 谢老佛爷自付 一直没给你差事 你等急了吧 奴才 急的不是这个 奴才急的是 原是凯郎子野心 借新官之志 请今儿个起 立定新官制的会议 你就别参加了 老佛爷 你呀 你呀 我在给你铺路 你知道吗 奴才愚昧 那就回去好好想 奴才告退 老佛爷 庆王爷来了 会上的事别跟我说 你就记住两句话 小事随他去 大事别糊涂 原是凯做到今天 他还没错呢 奴才遵旨 盛大人 不好了 账本不见了 什么账本不见了 招商局的账本 什么 招商局的账本 是 不见了 那可是咱们招商局的密中之密呀 哪儿去了 这 这 哎呀 你 盛大人 盛大人 不好 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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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运银子的船 沉了 什么 猪宝葵呢 不 不知道去一下 猪宝葵 你这个王八蛋 宝葵啊 宝葵 有你的啊 谢谢贝子爷 贝子爷 这是六十万两现银 我已经把它存到英国开的汇丰银行 请贝子爷笑我呢 宝葵啊 这事 我会跟我们老爷子说的 不过 你官小了点 一下子当了游船部上书 还不成 这样吧 当侍郎 那没问题 多谢贝子爷 贝子爷 干嘛 护部侍郎唐庆昌来了 叫他到门外号里去 贝子爷 好家伙啊 王爷 宪政馆官员全体请假 怎么搞的呢 下去吧 是 来 坐这 这会场都变成了战场 有哪个还敢来 说得是啊 还是咱们元当人英勇无畏 妈妈说 我额娘快死了 快去 来 王爷 贝子爷来了 什么事啊 老福尽病了 病了就病了 有什么 阿玛 额娘快死了 在这 怎么回事 快点 可不阿玛 好了 诸位 对不住了 今日议题 军机处存费 此事体大 请诸位讨论 卫婷啊 你先替我主持一会儿 我先请个假 回去看看就来 走吧 行了 咱们大家伙 也散了算了吧 不可 怎么着 还有什么可聊的吗 军机处 是朝廷中枢 城旨树旨都靠军机 废了 还谈什么朝政啊 新官制成立以后 行政有了内阁 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朝政 听听 听听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没了朝政 咱们这些个军机大臣 亲王贵胄 也都没了不是 就剩你一个人 你想干什么 哈哈 是的 咱们这些人 没了 咱们这些人 都没了 咱们这些人 都没了 咱们这些人 在旁边 一纸立宪 守定新官制 君主端拱于上 不劳而至 内阁操持行政 担当一切风险 这些 本来都写在绿被立宪的照片 书中圣玉黄黄 已成根本大法 照书颁布之日 聚国欢庆 诸位军机 诸位王爷 也是言之凿凿 千难万险 誓死立宪 可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倒让我犯了琢磨 先是姦夫所指 我成了百官的对头 既而军机不适 这轻贵仇寇 我已是死无葬身之地 为什么 这到底 到底是为什么 我想问问各位王爷 这大清无论如何 这大清无论如何心格 首先是你们家的不是 当然是 施凯 再想问问各位王爷 大清立宪 是不是为保你们一姓君主 绵延万年 没错啊 施凯三问各位王爷 为保君主万年 牺牲一些王爷们的权利和利益 值不值得 值啊 施凯 四问各位王爷 施凯总督直立 官当得好好的 手握北洋 事儿办得舒舒服服的 我干嘛 一定要趟新官制 这趟浑水呢 不必啊 施凯 勿问各位王爷 我袁施凯 是那种不识实物 不知深浅 不懂应酬的人吗 我不懂的最粗的腿 是王爷们的大腿 最好吃的饭菜 是王爷们的残羹 要想在朝廷上立足 在地方上办事 最要紧的 就是不能得罪那些军机大臣 要会巴结皇亲国戚 我袁施凯 我袁施凯不懂吗 我懂 那我为什么要得罪 你们这些个军机大臣 又为什么要得罪 你们这些个王爷呢 我疯了 我疯了 好感动人哪 都说袁大人 是一代枭雄 今日所见 却是一位 就我大清江山的 盖世英豪 真是军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可惜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说一千到一万 你们可曾听到 袁大人说过一句 新官制的责任内阁里 可有咱们的位子 是啊 废除军机处 建立内阁制 当官不再靠出身 这是新官制议题中 必有之一 疫情中果然有真惨 何患被埋没 新体制刚刚开 王爷们关心的是 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 还想靠中祖视觉 子孙殷喜 这新官制没希望 这立宪 更别提 我们没希望 你袁大人 大有希望 你有太后宠着 有军队保着 袁世凯 我铁梁这块铁 你干脆也拿去化成铁水 然后造点枪炮出来 装备你的北洋六镇 这倒是个好主意 听说 美国已经能炼铁围钢了 干脆 请王爷彻底回炉 弄块钢定出来 也算是铁王爷 对咱立宪的贡献 陈世凯 我先列领你 你敢给我 咱里打 你 打 你ub 别再打 你 别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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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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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再打了 小李子 小李子 走 走 亲一个 亲一个 躲开你 宝贝儿 宝贝儿 你躲开有完没完 来来来 什么这是 没权你还来这个 还来呀 干嘛呀你 干什么你这是 自从跟上你蒋世星 你是给我摘过星星 还是给我摘过月亮 你以为老娘 是给你白练的 你可给我听着 以后没有银子 就别上老娘的床 不上就不上 你说什么 我去找银子 我去找银子 你呀 连个骚娘们都养不起 你还活个什么劲啊你 行了行了 我让那骚娘们 折磨得够瘦了 还在你这儿受委屈啊 阿瑞 别喝了 吃快挂 来 吃快挂 你不是个可以专折严实的浴室吗 那折子就是银子 那银行的存折才是银子呢 我哪有啊 你没有 可亲王有啊 那铁公斤 一毛不拔 他存在我汇丰银行的二百万两银子 你想要不想要 错梦了你 不是做梦 只不过 要名还是要利 你得挑一个 你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看着办吧 二位啊 二位 别喝了 别喝了 宝贝 你这个数不给我管 找他去 你眼睛瞎了 就这点钱 往我这送啊 你这不是五千两吗 呸 福字 五万 就这点钱 也想办我们福字 我 我 我这 愣着干什么 那边 去那边 请你给陆一鸣 陆明 一万以下不给陆明 去 去去 我这 我 你 教育哥 告诉你 你们就这么回我呀 这张满超文武 怎么看我 原来是怎么跟你们说的 都不懂规矩了 都给我跪下 阿玛 阿玛 您这钱受下属孝敬您 也是应该的 是 王爷 王爷 请我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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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都就回吧 我这儿谢谢诸位了 回吧 王爷 王爷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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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呢 是我阿玛的五十岁寿臣 王爷 我阿玛呢 就不想护张了 各位既然来了 就先在这儿待一会儿啊 王爷 王爷 听权子说 唐大人 不同凡响啊 一百万两 这可是 汇丰银行的银票 唐大人 不愧是户部侍郎啊 王爷 下官虽然掌管着户部的钥匙 这银子可不是公款 说吧 想要什么 下官不敢 下官只想去 求个 雷大不动的 哎呀 很难哪 拆庙送和尚 恐怕 很难不动一动啊 王爷 要是相克 捐了一大笔香火钱 那庙里的住持 总不会不领情吧 话说得不错啊 回去等气儿吧 下官想讨个准话 这确实不行啊 尽客放心吧 拜托了 这饭后走走 当年李鸿章也是这么着 还真是 还真是能 输出筋骨 也不会累着 今儿个瞧了戏 再让你陪我聊聊天 太后的身子骨 可比陈硬朗多了 这几年 你操心国事 瞅着老多了 老纪福利 治在千里 只要太后不嫌陈老 陈这把老骨头 还能为我大清 再干个十年八年的 记得在行在那会儿 那是七年前吧 那会儿看你 还像个小伙子 你到行在之前 是个什么官来着 臣不过是江南学政 对了 当时也有人 跟我这么说过 说你一个学政 怎么一下子 就到军机处去了呢 我说呀 屈鸿鸡是个人才 不可多得 这才没人言语了 太后恩情 山高海深 今儿看了霸王别姬 有什么心得呀 臣不懂戏 不过从史书上琢磨 该下之仗霸王败了 这是戏 所以要别记 就其实霸王之败 却不在该下 他让谁给败了呢 韩信 当其实汉王刘邦屡战屡败 幸亏韩信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呼出其兵 一举扭转败局 那这么说 韩信的功劳大呀 可是刘邦 为什么还要把他杀了呢 韩信军权过大 高祖控其谋反 你这说的是袁世凯吧 不 不是 袁大人是忠心耿耿的 那么多的折子 都对着袁世凯一个 昨儿个他还挨了打 你怎么看呢 是他们目光短浅 请恕臣直言 这包括王爷们 太后一意立宪 无私谋国 目光红圆 袁世凯秉承一指得罪了人 是难免的 不过成为众矢之地 臣却没有想到 听说李顶官制的会上 你一句话都没说 臣过于谨慎 大事不该 也是你老成持重啊 今儿个 你该说说了 我大清中央地方 官押数千 文官百万 但传统保守 不服心智 自当裁撤 但总要有政策 给出路 否则 官员们闹起事来 非同小可 文官制度 有数千年的传统 判根错节 中央一个官员 就是地方一派势力 地方一个官员 又连着中央某部某官 据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呢 两百年前 英国立宪 对贵族阶层 以赎买政策安定制 因为他有这个经济实力 六十年前 日本立宪 虽无实力 却是观念先行 国人普遍接受了 全盘西化 甚至 愿与洋人互婚 以改良人种 犯官我大清 百万传统文官 赎买不能 因我无此经济实力 立宪观念 有未深入人心 官制 骤行西化 势必人心瓦解 不可收拾 太后 国情如此 稳定第一 且不可 翻染心格呀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人狠不馋 酒裂不喝 臣操事外物 虽不胜酒量 常见洋人所饮的 鸡尾酒 酒分多层 层层颜色不同 但哪一层是新酒 哪一层是陈酒 哪一层是烈酒 哪一层酒量温和 即是大有讲究啊 带得国人 观念普遍屈心 自可多加新酒 带得饮酒之人 酒量增加 自可多加烈酒 臣的意思是 新官制 可参考 鸡尾酒 勾兑之法 数可受 稳定推进之效 这就是微臣的一点 粗实浅见 敲什么敲 有事吗 烦老通病 就说下官 唐庆昌求见 王爷不在家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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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贝子爷 贝子爷 你啊 是我 请贝子爷给个种话 着什么急啊 我怎能不着急啊 这十几个人都住在我们家里了 那钱是大伙 那你的事 可话就说回来了 老佛爷还都没给我们家老爷子准话呢 我们家老爷子能说什么呢 那一百万两 连个话都买不来呀 你找死你 银子 谁拿你银子了 贝子爷 你不能不认账啊 贝子爷 贝子爷 你不能不认账啊 贝子爷 良心哪 天地良心哪 贝子爷 天地良心哪 贝子爷 老师 君记和王爷们都闹起来了 很多官员都上了折子 全都是弹劾袁世凯的 没用 没用 太后总该掂量掂量轻重吧 告诉他们 立宪为重 杀元为轻 不可本末倒置 目前的态势 新官制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就是新官制 老师 我觉得您这是自相矛盾 是啊 要的就是这个矛盾 那怎么做呢 六个字 不反对 不合作 我不讲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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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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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记大臣 陆传林请假 君记大臣 荣庆请假 君记大臣 铁梁请假 君记大臣 君记大臣 我不讲钥区 我不讲钥区 我不讲钥匙 我不讲钥匙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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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无收 太后 各部官员 聚位办公 这军机处 如何竖址呢 雨后 罗申浅 风前 燕网还 涉连春水饭 风杂下云间 下大雨了 田螺 都淹在了水里 刮风了 大雁顺着风 来回的飞 春天水太大 莲藕都给淹了 夏天云彩太多 那山风藏在云彩里 我都看不见了 我都看不见了 好诗 好诗啊 那些个金官都还跪着呢 是 袁世凯 陈在 数万金官全都撂挑子了 好像就冲着你一个 你说说 你说说 这是为什么呀 离定新官制 臣过于猖狂 请太后 置臣之罪 他们的折子上 好像说的不是你的态度问题 你倒是瞧瞧 说给我听 书和袁世凯指鹿为马 请杀之以成立宪者 是何意呀 这意思是 臣就向秦朝的赵高 在朝堂上指鹿为马 恫吓朝臣 如此圈奸 只有杀了 我大清的立宪 才能顺利进行 还有呢 书和袁世凯心如蟒 行如操 请诸之 以成新官制辙 这又是何意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